康熙來到 以一首愛情證書 在歌壇崛起的孫燕姿 不僅唱腔 嗓音特殊 短髮加上略帶叛逆感的造型 也讓大家頓時眼睛為之一亮 還記得她在康熙初登場的 青涩模樣嗎 現在就一起穿越時空 回到2004那年的孫燕姿吧 其實燕姿剛出道的時候 我一直懷疑妳是女童性戀 很多人都覺得 她有當選同志情人前三名喔 對不對 而且我發現我的歌迷都是女生 我的歌迷都是Gay 妳哪有歌迷 我的Fans OK 妳也是吧 我很...對啦 很多粉絲是女生啊 我們今天有邀請孫燕姿的朋友來 我們歡迎蔡健良 歡迎 蔡健良好 蔡健良到這邊了 來... 她對姐妹淘嗎 算 因為我們其實是... 天啊 來...來在我這邊 天啊 來 我也不想天啊 妳妳好低級喔 City 妳是不是很過分 讓天啊在我這邊啊 她會比較高興一點 對 我覺得... 還是一樣 所以燕姿妳一直都是這樣子 很直率的嗎 上節目的時候 平常呢 平常啊 其實我好的朋友很少 OK 我有聽說其實妳私底下 是還滿小女生的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就是我會... 我會貼貼 剪剪 這樣講好丟臉 人家貼貼 剪剪 就是我會... 我喜歡做卡片 然後我喜歡沖茶 那是老人吧 妳喜歡... 那妳喜歡做復健嗎 沒有 去公園採有石頭的步道嗎 我喜歡說 就是呼吸新鮮空氣 對 我不喜歡沖沖的空氣 什麼叫剪剪 什麼叫剪剪貼貼 就是把雜誌上面的花 對...剪下來 剪下來 然後拚... 然後變成一個卡片的 然後幹嘛呢 送人啊 那是不是有一個故事是說 妳跟妳男朋友 騎摩托車的時候擦唇膏 那是什麼故事 我之前的男朋友 然後他是騎剪刀 那種大型的 送行機車 所以他以前都會講說 我送妳去 可是我其實很討厭坐摩托車 因為很髒 我覺得空氣很髒 然後因為喜歡擦唇蜜 然後有一次就是擦唇蜜 然後到我學校 嘴巴都是黑的 你說沿路的灰都沾到嘴身上 然後他就是... 就是回頭這樣 是不是很黑的 對啊 很髒 對啊 坐完摩托車 下車之後 就本來可能很美 但是都會變... 有黑岩石啊 然後這邊都有點髒髒的 對...就是完全破壞掉 聽說孫燕姿跟蔡家 現在兩個人會聊豐胸耶 有嗎 我們哪有聊豐胸啊 妳那個是怎麼樣 沒有啦 我們可能會聊說 我哪一個穿的那個... 牌子 還是什麼 對... 看起來比較大 比較自然 妳也知道女明星的那種 所以妳也有試圖 要讓自己看起來比較大過 有時候好像還滿需要的 那妳有沒有看到Jolin 有 妳有沒有打電話說 怎麼可以變那麼大 有啊 他說就針灸啊 還有按摩啊 按摩 那妳有想要去試那個嗎 還好耶 因為我覺得好麻煩啊 沒有時間 妳怎麼沒有向她推薦 妳的治青春痘的藥啊 有 有嗎 有啊 哪有 妳上我們節目妳就有問我 皮膚的東西啊 我知道啊 那我就給了她那個診所的電話 妳那個青春痘的藥 不是可以豐胸嗎 是 對啊... 可是因為我不敢吃的原因是 妳也知道嘛 它...其實妳吃這種東西 它是會... 有可能會造成乳癌 或者是血酸症 真的啊 什麼東西 就是那種調晶片 然後它可以讓妳的皮膚很好 也可以讓妳胸部大 可是要小心就是了 對 妳看 其實我每次看到小S 我都覺得她比電視上沒很多 因為妳這皮膚很好這樣 對啊 我真的很冤耶 對 可是本人比較漂亮 對 真的 妳寧願本人比較漂亮 電視上比較醜是不是 我寧願這樣子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本人的人生比較重要 電視只是一過就算了啊 OK 對 所以如果觀眾寫信來說說 小S 妳在電視上面好醜 妳也很高興 怎樣都不行啊 都不行 對 都不行 女生還是愛美的啊 可是女生不可以 就是對自己的身材很高興嗎 就是一定要 看到別的胸部大的女生 女生還是要看一下是不是 不會啊 為什麼要看 不用看 不用看 所以如果有個像小S這樣的女生 到妳們喝美露的地方來坐下來 妳們兩個不會討論 應該說 真的喔 會啊 其實她算大嘛 算大啦 沒有 這衣服膨啦 就是比起我們 那個尺寸很高 OK 妳們是真的不大 謝謝 妳真的很煩耶 誰現在妳講的結論啊 學舞花很多... 就是會花掉很多時間 還是一下就學會了 雖然我不可以碰到膠質 對 可是我... 我還滿會就是... 跳舞 模仿人家 就是說我看東西我就... 我知道那個技巧在哪裡 所以我是那種可能羽毛球Pose 不是一百分對不對 可是我的球就是... 打不到 打不到 那種厲害的不得了 然後一直揮棒落空 對... 這還要給他球 只要揮拍子就好了 對... 模仿能力高的人學的東西 真的快很多耶 真的快很多 所以妳除了當初的那個踢踏舞 跟這一次的現代舞之外 還學很多別的舞嗎 小時候的芭蕾 小時候芭蕾 然後其實有一陣子 就是那種中國舞蹈 妳為什麼要學中國舞蹈 就有這個課程就去學了這樣 妳有沒有跳過那種 比較性感的舞蹈 性感就比較沒有 什麼叫性感的舞蹈 像國標它就是比較 你知道要比較... 就是扭腰擺臀 然後要比較女人威那種 因為我不適合 所以要妳擺出 招手弄字的樣子 妳沒辦法 難倒我了 妳有辦法教一下性感的姿勢嗎 不然最簡單 妳在... 什麼啦 妳真的很丟臉 什麼錄影 我真的一直憋著 一整天好難過 那妳先去後面放這樣 好 好了... 不好意思 妳真的很沒有禮貌 妳知道這多大牌的天后 她面前放屁妳 人人都有屁跟屎 也不用那麼想啊妳 妳有聽到嗎 很大聲好不好 不是欣賞老師 是妳真的屁聲耶 真的嗎 很大聲妳有聽到嗎 沒關係啊 算了 那個就是 人生都難免會有這種氣 妳現在擺個屁性感姿勢 就爆了屁 還要耍 性感好難 好啦... 最基本那種扭屁股 國標舞的 接下來我要看螢幕 你知道 這個要拉起來 最基本的這種 這樣嗎 它可以扭啊 它會扭啊 對 然後扭之餘 要配合那種 表情要很享受 妳贏了 我贏了嗎 對 輕而易舉 所以很享受 我在巴西嗎 沒有 我在睡棚 但是感覺還要在巴西 那種感覺 可以啦 燕姿可以啦 CTT 你贏了 有一件事我不想告訴妳 可是我要告訴妳 怎麼了 就... 妳剛剛屁沒有放乾淨 所以妳剛剛在甩的時候 妳是有... 妳摸我的味道過來耶 真的啊 我從沒有遇過這種事耶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女生在扭屁股 結果... 有一陣又一陣的 臭風吹過來了 害不害 超害的現在 我對這個屁會記得 這很奇怪 對 就...而且沒有碰過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該放了 沒關係啦 新加坡節目主持人 可能不做這件事 不會 在新加坡如果放屁會被編型嗎 在節目上 當然 在節目上 可能會... 他們可能會跟那個主持人說 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會剪掉 會來 對 以前有當過別人的宣傳嗎 我... 其實... 在... 做歌手之前 因為我在學行銷 然後唱片跟行銷是很... 有關聯的 對 所以我有... 請華納說 我可不可以去華納新加坡上班 就實習這樣子 我有帶到一個叫... Mr. Bombay Mr. Bombay 然後他... 他就是唱什麼... Rap什麼的 還滿妙的 我覺得他最妙的是 他看起來是印度人 然後他這裡是黑... 就是黑黑的鬍子 然後戴黑色墨鏡 然後他到處就是穿那種印度 然後在那... 就是他講話就是那種印度 可是他是白人 他是白人 好厲害喔 對啊 就是他脫掉所有 他就走出去沒有認識他 很妙 所以他化妝成一個印度人 對 而且他做藝人之前 他是一個BOXER 天啊 他已經整個不免太繼續信了吧 剛剛妳當他的宣傳嗎 對 我就是帶他上通告 妳帶過人上通告啊 對啊... 所以妳要服務他 他要什麼妳要幫他... 對 很累的時候記者來問 妳不想回答的問題 妳要怎麼辦 就是我不想回答 可以直接這樣講 可以啊 其實是可以的 妳好有種喔 我不太敢講這句話耶 為什麼 因為萬一他們露出很尷尬的表情 然後氣氛就立刻僵掉 我就會覺得好像很不自在 就不好意思啊 妳有說過 有啊... 妳有說過我不想講這句 像... 像... 就最近事情很多 就一直在問嘛 說不要再聊這個 他差點要說漏嘴講這個 妳是不是很想要跟我們聊那件事 我沒有 妳有看妳一直暗示我們 沒有 他們就一直... 就會問啊 就不要再聊 就... 可是埃及有吃沙子喔 對啊 糖 他這個在埃及拍的 可是走過來跟我不能聊埃及吧 有一幕就是倒下來 然後那個沙就... 然後就沙子都噴到鼻孔裡面去 所以埃及妳覺得好玩嗎 埃及可以去啦 我去過 然後咧 為什麼 因為妳媽堅持說 金字塔是外星人蓋的啊 他們很討厭人家講這個啊 對啊 因為導遊就說 這是我們的祖先蓋的很偉大 然後我媽就說 那是外星人蓋的嘛 她說這是我們的祖先蓋的 真的啊 對 然後我媽就一直跟她吵 是外星人蓋的 妳媽為什麼會有這些啊 可能... 可能是被大S洗腦吧 因為她覺得那古人 要扛那麼大的那個鑽頭到裡面 覺得很...不太可能 所以妳如果去一個地方工作 妳就真的只是工作 我就是工作 其他東西都是工作人員在的 不順便觀光 怎麼會觀光 其實也很想知道說 金字塔到底是 什麼東西來源啊 或者為什麼要蓋啊 就大概知道 可是也沒有說 因為它其實有 是可以爬進去的一個洞 有沒有 可是很多人都說 爬進去什麼都沒有 不要去 被騙這樣子 所以後來也沒有爬進去 爸爸有陪妳來對不對 對啊 爸爸困不困 爸爸應該也... 所以小S要問什麼問題 爸爸才會衝進來阻擋我們 應該還好 他會忍住 爸爸來這邊的用意 那個意思要保護妳嗎 保護我 沒有啦 他就是來幫我處理那些賬的東西 是為了錢是不是 對... 就是... 就是要 所以沒... OK嗎 這需要一個人跑來確認嗎 差不多吧 因為妳一定不會負責錢的東西 對啊 很多法律上的 就是合約啊 什麼的 然後有些在廣告啊 所以公司的人是怕爸爸還是 真的嗎 妳都接到通知說 孫爸爸要來了 當然 至少面前不會 他就說好啊... 然後心裡很恐慌 結果他開始想說 到底該做的東西有沒有做完 他們稱呼他什麼 孫爸爸 孫爸爸 所以他會不會跟妳... 妳們倆會不會討論說 今天要上康熙 怕我們又問一些 妳不想講的事情 通告他不會參與 他比較是就是 法律上跟金錢上面 對...是... 他回去跟我討論 所以... 妳認為為什麼 他爸爸會衝進來了 我... 感情的會不會 感情的 他知道我自己 自然而然就會擋過了 所以錢是完全 被爸爸掌控嗎 是 就存到他戶頭裡喔 就是一起的 因為也不談感情 所以我們決定 今天就來聊財務狀況 那有一個可以聊的吧 就理財的部分嗎 理財部分其實我爸 是算很保守的 所以我差不多跟他一樣 那他喜不喜歡人家 知道他是孫燕姿的爸爸 不喜歡 真的嗎 他是一個很低調的新爸爸嗎 就他不會隨便在家族中間 一直說 今天大家聚會 孫燕姿出來唱一首歌 以前 還沒有做歌手的時候會 就是他朋友來說 一直來 你唱一首歌 我說我不要唱歌 然後他就是一直硬要我 唱給他的朋友聽 以前啊 然後現在他就覺得 他現在就是很... 怎麼講 保護你 對啊 他就是會覺得 就是很關心說 他應該不想唱歌 我不要來煩他 如果他現在敢叫你再搭面唱歌 你應該會吼他吧 我說我還不夠累啊 然後就酸了 爸爸看起來很像是一個 不會發脾氣的人 他很少 他發脾氣就不講話 可是妳這樣不會覺得不自由嗎 結果來台灣結果 爸爸一直在旁邊 對 做藝人本來就沒有什麼自由可言的 就是因為已經夠不自由了 然後爸爸又要來陪你 還好啦 妳剛剛這樣是接下來要哭嗎 沒有... 沒有要哭 所以妳現在那個當藝人的感慨 還很深是不是 有一點 真的嗎 因為我記得前一陣子 他有一段時間還滿不開心的 他不休息了一年了嘛 對 然後就跑去休息一年 所以妳現在回來 還是在抱怨當藝人的事嗎 沒有啦 其實做藝人 唯一可以抱怨的就是 出去比較 就是什麼行為舉止都要比較 小心 就是不要Over了這樣 所以這個還是給妳造成困擾 最近比較不管他了 就是比較沒有在管 不過我覺得偶像歌手本來就 比較會被叮啊 像妳 像小孩子就是愛幹嘛就幹嘛 因為我們偶像主持人也是有包袱的啊 什麼是偶像主持人 就是雖然是主持人 可是也是偶像級的啊 像妳們實力派主持人 應該就比較不在乎吧 對 因為妳們出去 比較不會有年輕人尖叫的 因為像我就還是包袱的 妳出去有年輕人尖叫 很多 應該有 對啊 她也知道的啊 妳知道吧 應該有 然後呢 妳就會減減言行嗎 沒有 因為我本來人就很好啊 OK 對 就是通常不會被抓到 那種倦怠感嗎 我還好 因為我知道 當主持人跟歌手比起來 是真的比較沒有那麼辛苦 所以妳有一次錄影前 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那次是 那次是要拍那個 音樂愛情故事 就是要拍類似像電影 有劇吧 要演戲 然後很早很早 要開車到九份去 然後我前一天弄得好玩 好像類似拍MV之類的 然後我知道這個通告 我就覺得說 我不會演戲 我不要做這件事情 她說沒有 OK的妳 妳可以的 然後後來隔一天 他們來敲門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 可是我講不出來 所以我就... 我就關在房門 我就鬥不出來 關了多久 大概... 一個小時吧 然後他們在門口一直敲 對 我就說我在洗澡 可是我沒有在洗澡 然後我在那邊等... 然後又敲我說 然後我就想說 不要出聲好了 然後就在 結果也不知道在等什麼 其實應該跑回去睡覺 可是也沒有辦法 就是那種壓力很大 然後坐在那邊等說 要不要開門 可是不想開門 就是掙扎了很久 結果最後怎麼讓他們進來呢 結果最後還是開門啊 可是妳這個面對方式 不是很消極嗎 因為最後還是得拍的啊 對啊 有時候也覺得說 那時候是不是該 就是都不要開門 所以這是唯一一次 為了要演戲讓妳 把自己鎖在房間裡面 對啊 然後也有好幾次想說 就是在趕通告 在計程車上就覺得 我想就是開車門 然後開始一直奔跑 一直逃走這樣 就一直跑... 那還滿精采的啊 對啊 妳就是想要跳車 然後狂奔 對 狂奔於未知的一個地方 對 可是沒有... 妳在做事嗎 可是這個... 真的 妳會有... 我會有一些幻想啊 我覺得妳可以試試看這個啊 沒有 就是還滿精采的啊 對啊 就人生可以挑戰看看啊 還不錯啊 我覺得 所以我們兩個都還OK嗎 還OK啊 妳不會很怕我們又問一些 妳不想答的東西嗎 還是有一些恐懼啦 妳最怕... 跟我講妳最怕什麼 我們真的不問 妳最怕我們問妳什麼 我真的不問啊 我不要講突然 妳只要講了我絕對不問 真的啦 因為我也很怕來賓尷尬 那就不要... 妳就不要再問我再去 我非不能問說 因為我們問什麼 之類的 這一題是底線啊 哇 這一題很寬耶 他... 他... 還沒有變成藝人的時候 然後我拿到兩張照片開始 你是第一個看到他的樣子的人 他那給我看的照片是 還戴那個... 大家一定沒看過 戴長頰髮 有瀏海的這種 你今天有戴照片嗎 沒有... 那照片就失傳了 應該是... 已經毀了吧 公司應該... 可是那時候 就是戴長頰髮 然後瀏海 然後在廟前面拍了 穿很民俗 很另類的照片 你記不記得 有... 穿民俗的衣服喔 在廟前面 所以是像女鬼嗎 不是 很另類的 是紙紮人的感覺是不是 比較...就是有... 怎麼講 東方風味的 對...很有味道的 所以你當時就覺得 你要另類的嗎 那是我自己本身 就喜歡做一些比較 大家不會期待的藝人 就是比較特別的藝人 會有受傷的感覺 沒有... 那時候她的條件也還好 就是那時候 皮膚狀況也還好 現在好像好很多耶 到現在非常好 因為那時候她根本不是藝人 而且她那時候 完全也不在乎好不好 就是想要交出來 她就說好啊 就是妳就覺得說 那她來台灣 就問她怎麼樣 她也好 是很不修蝙蝠的人嗎 對 不修蝙蝠 就很亂 不過這邊還塞了一包煙嗎 要聊 但是我以前... 但是以前我看到她 第一眼看到她的特色 我就覺得說 真的嗎 你不要再... 你嚴重嗎 她做了什麼 不是...她不會是像 像一般譬如說 妳剛到唱片公司來的時候 妳一開始都會很乖乖牌 就很呆 好啊 我都願意配合 唱片我會唱啊 我會跳啊 那她來的時候就 有一點點那種瀟灑掉 還是穿長裙嘛 長裙 穿那個肉脂涼鞋 然後頭髮很長到這裡 都要接過這邊嘛 妳就覺得這女生 好像一點都不在乎 妳來到那麼大唱片公司 妳起碼要有一點點那種 我有耶 有嗎 我完全看不出來 妳看不出來嗎 完全看不出來 妳是說她沒有打扮嗎 還是說... 就是很隨興 妳就覺得說這女生是有... 內在有些拉一桶 可是妳說我很隨興 所以妳後來弄妳的造型 妳有覺得不舒服嗎 就是她們要改妳的樣子什麼 就我覺得還是有一些修飾 因為之前會... 可能會排斥一些比較可愛的樣子 可是她們就會覺得說 不會啊 妳可以看起來是可愛的 可是妳個性還是可以保留 好 這要請她走路的樣子 就覺得 你在幹嘛 就是她走路就很瀟灑 很帥 然後那時候歌壇都是中分長髮 沒有人想要中性一點的樣子 我就說那燕子 我帶妳去剪頭髮 然後她說... 然後她也說好啊 她完全沒有猶豫 對 因為我做造型做那麼多年 有很多藝人的頭髮 都在我手上剪掉 那一剪的時候 都前面會很堅定跟妳講說 好 要剪啊 一刀剪下去一直狂哭 誰... 很多都推出這樣 就是狂哭 那妳就會覺得說 糟糕 剪頭髮 可是她去剪她就很興奮 可是那個髮型師 就是在當時很有名 然後去剪她的頭髮以後 後來我也... 她也退出這樣 因為她把她瀏海剪壞 真的 她那時候一剪剪得太短 根本不是我要 對 後來妳知道 現在頭髮現在這個 就是從髮中央的這個 頭髮往前拉 假裝是瀏海 把後面的拉到前面 對 拉到前面 假裝是瀏海 而且有點硬那時候 所以當時 妳聽說妳上第一個節目的時候 是上陶晶瑩的節目嗎 對 陶晶姐的節目 然後有被公司的人罵 沒有 不是說妳表現太隨性嗎 我沒有啦 我就是跟她聊的時候 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 陶智耶 就是因為我們在新加坡 沒有稱姐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等一下要講陶智姐 就覺得OK 然後後來在跟她訪問的時候 就覺得不要很... 就是一直想說 不要很緊張的樣子 所以我就上台的時候 因為通常心緣都是這樣 他自己...對啊... 可是我那時候想說 好 不要太緊張 我就這樣做 我就跟她聊... 對... 結果我們就說 妳去談判是不是 這是孫燕姿的愛情狀況嗎 我看過那個男的 我們都很放心 你說上一個嗎 OK 對 你有需要妳放心才能夠談嗎 她是剛媽耶 演藝圈這麼恐怖嗎 現在這裡很不容易耶 OK... 抱歉... 應該是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工作人員 都看過那個男生 那大家都發現說 他其實那時候已經非常的... 在市場上有一個很好的位置 可是他卻喜歡一個這樣的男生 這樣工作的男生 也不是說那個男生工作不好 就是說 感覺不太像我們最近在媒體上 看到富商跟民謀 這種橋段的東西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小孩的價值觀是不一樣的 那妳就會很感動說 還好我教的小孩是一個 價值觀跟大家不一樣 妳就很放心 我也是那個幾分之幾吧 所以你有幻想過之後 那為什麼不跟你在一起好了 我不會啊 還好 因為我都把他當妹妹或女兒 這一種感覺 那有沒有暗中覺得說 你比他前男友強很多 各方面 不會啊 他男友其實還滿不錯的 夢見過誰 你們想一直要硬著 你都很愛我就對了 你就說你很愛我就對了 I love you Thank you I love you too OK 妳有親過嘴 沒有啦 喝醉玩遊戲 沒有 沒有... 親一下雖然之會怎麼樣 太熟了吧 那有沒有他在換衣服的時候 你不小心看到 他哪在旅館同住衣房間耶 應該洗澡都看到 沒有... 就一定都是完整的衣桌 對... 就是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可是我真的會有很好的 我們在飯店不講話了耶 他看他的DVD我上我的網 沒有說話 OK 對 逛街也不會牽他嗎 不會 如果是譬如說過馬路 想說要顧他的話 會啊...牽會啦 不是男女那種牽 是保護他的牽 對... 所以你後來 離開孫燕姿的時候沒有覺得 我沒有離開他 是他離開我 我沒有離開你們 小孫哥 說說話吧 我一直在他的心目中 所以現在跟他們兩個 已經無關了是不是 就是以工作來講 就比較少合作 有啦 小孫上一張專輯才剛... 才剛合作過 可是孫燕姿 淪落到就不鬧緋 然後竟然要只有剩下這個 鋼媽陪他上雜誌 真的... 委屈你了 你不會覺得很慘嗎 就是你... 小孫也來個什麼偶像歌手啊 就沒有啊 他們來這一套 被歌迷的態度不同 跟小剛吵架 什麼 你們兩個有為了對歌迷的 態度不同吵架 我們常吵架 就還滿習慣的 所以我們要聽那一次 就是什麼叫做 對歌迷態度不同 就是對歌... 我凶歌迷好像他... 然後我們就有一點爭執 你本來就不應該修歌迷啊 對啊 我是本來不冤耶 你幹嘛凶他們 你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真的不方便就好啦 每個人方式不一樣 你不能要求我的方式是這樣 你怎麼凶歌迷 還好吧 就是他會說不行... 然後他的臉會很臭 然後會很兇 因為我們不簽... 是不是 就這樣囉... 就是比較兇一點 那還好啊 沒有很兇啊 對 我真的還好 有沒有順勢退一把 也沒有推啦 沒有推啦 那些歌迷都跟我很瘦 小剛妳知道當妳穿全黑 我沒有 我覺得 他一直在污衊我 當妳穿全黑妳站在那裡 大家真的以為 妳是道上的小兄弟 真的 不是 他自己變胖了 還穿白的 撞開啦 妳 很暴行兮耶 就兩個都沒有講話 然後後來他可能看出 我有點不開心 他就拿東西給我吃 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吃這個... 我說不要 我就很冷酷跟他說不要 那他可能也覺得 一個男生怎麼還要女生紅啊 關妳屁事 怎麼會讓妳煩對妳們這樣 所以燕姿妳想跳車逃跑 就是因為他 就是妳 就是上次那一年 妳知道我一年沒有發片 妳還去敲門 他不想開門就是因為妳耶 妳還... 是這樣嗎 是這樣的 讓我很感動的是 剛媽以前啊 她在帶我的時候啊 前一個歌手是鄭秀文 Semi 然後那時候我才剛出道 然後有一次就有人來喬通告 然後上次Semi就可能 生病啊還什麼就沒來 她就要去喬通告 她就打電話 她就有一副 又是在罵人這樣 我說 我們那個Semi那裡不能來喔 他說 可能另外一邊就在 蛤 那怎麼辦 我們已經怎樣... 我說 那時候我在車上我在聽嘛 我就想說 我要怎麼補天后的位子啊 對啊 我那時候就覺得 他很... 理所當然 就是很挺妳 很理所當然沒錯 妳就會覺得 這樣他對我很有信心 我跟他每次 我都會覺得他對我有... 就是很有信心 然後我會覺得很開心 可是妳如果說鄭秀文不能來 結果妳要補一個新人給我們 我們很為難吧 貴單位嗎 當然啊 那怎麼... 妳這樣不是為難別人嗎 就是給自己台階下啊 所以對方就會拒絕 妳就想說那不要就算了 對 是這樣嗎 她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把她推出去啊 所以妳根本沒有在挺我啊 所以妳那段戲只是... 她只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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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你們有點過孫雲姿的歌嗎 在KTV 聽喔 比較不是我會唱的 真的嗎 對 對 那我們這集不要錄 也不是這樣講 因為你知道我要出來 我要... 可是她不是這種路線嗎 妳有啊...的歌吧 妳有啊 可是妳不是那種啊的路線嗎 妳是比較細緻的那種吧 有啊 也有啊 像逆光啊 好 是不是 對 對 不用這樣 開場就跟來賓吵架 怎麼還吵架 黑衣玲唱妳的歌 妳覺得好不好聽 她有自己特色啊 那妳是會唱她的歌的人嗎 宣傳跳躍 我不停歇 只是不會跳那個舞蹈 OK 上電視對妳來講很痛苦嗎 也沒有痛苦 沒有... 就是因為... 就是上電視之前都要... 就是要打扮啊 嫌麻煩 對啊 我平時沒有在做就說 最宣傳的環節裡面 妳最痛恨的是哪一個 每天都要畫 然後NO... 然後回去還要卸 然後就洗不掉這樣子的感覺 妳可以素顏來上唱片啊 我有聽說 妳現在要卸我們也都很溫溫 對 做出八個人來把它洗掉 可是妳有不想要別人問一些 妳不想回答的東西嗎 一定都有 荷蘭人的家跟妳想得一樣嗎 荷蘭的房子都很漂亮 OK 妳說誰 哪一個家的房子 就是那個家... 那個認識的家庭有... 可是他們的語言跟妳就是... 就是很多荷蘭人都會講英文 妳就用英文溝通 對... 就是很像 紮實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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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都很實際 所以聊天完全不會遇到 就是聊不下去的場面 是不會 可是我發現他們聊的點會不一樣 就是他們會說 這杯茶真好喝 然後妳就會... 妳不知道要接什麼話 OK 妳覺得不講話也不是 然後講話也覺得太尷尬 然後就...之類的 就是要有一些語助詩 荷蘭人普遍說起來算是健談的 還是沈默一點的人 算健談 而且他們很開放 所以他們... 因為我去過一些國家 我發現他們對亞洲人是覺得是... 很遙遠 對 很遙遠 然後他跟你講話會覺得 你是亞洲人那種感覺 可是荷蘭人我碰過的都不會 他就是覺得你就是... 你就是人 對 你就是人這樣 可是他們也知道你是很厲害的歌手嗎 他們應該還好 就不太了解那個狀況 只知道我是唱歌的這樣 那發過脾氣嗎 對那個主持人 我通常都會就是開始說 很特別 通常我說很特別都是講說... 很特別 對 因為我不要講這是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也有過 妳是說這個問題很特別 當妳講這句話的時候 就是妳已經不高興的時候 對... 那我們要不要掉過去 不要... 看有沒有... 我記得我常常聽到他講這句話 在我節目當中 他有看見妳的樣子說 妳今天髮型很特別嗎 沒有 就是我記得 我有問出一個問題 然後他在那邊笑 然後說這問題很特別 所以像康熙對妳來講 是一個最可怕的節目 我跟妳說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會搞笑的藝人 我其實就是跟著你們走沒關係啊 可是今天因為有設計的那個部分 妳知道嗎 所以我想說 好 今天那我就前面去比較隨和一點 然後大概一半小時 妳就可以開始發飆 誰知道越問越覺得不對勁 我又覺得又要... 好像又要讓節目Flow得比較好 前面提供一下那個資訊 然後後來又覺得好奇怪喔 我自己都覺得好奇怪喔 他在前面提供一堆資訊 結果沒有發病情出結 好奇怪 我覺得 所以妳今天是被妳自己害到耶 整理一下有什麼關係嗎 本來要...因為我本來是他... 他上康熙來了 我覺得我們不要坐在那邊聊天 我們要整小孩子 然後他說小孩子不可能 他很聰明 我說沒有...我們就請看勇哥 一直問埃及的東西 埃及的東西問到最後 我覺得妳就可以發飆 我說好 然後就沒有聊到這個... 這一塊東西 就忘記講何來人的事情 對 想整我 休息一下 回婚 我一天一定整好了 一定會 那妳下次晚上會去找他當來賓 要在台上整他就好了 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妳如果要整他 其實妳人家會大可以整他 妳說在舞台上弄很多洞嗎 對 卡住啊 滑水下來 開個風沒有聲音 她只是想殺我 蔡依林真的是妳歌壇 比較熟的朋友嗎 是因為共通的工作人員 也有 因為有一次我們都同時在畫那 OK 然後她... 因為我也覺得依林是一個 有時候少一根筋你知道嗎 所以她其實我喜歡跟她溝通 我喜歡跟她聊天 可是她也是不多話的人吧 我覺得私底下還好 聊什麼呢 但比較不會...就是... 其實不能在節目上講 我知道 對... 可是就是說真的最... 最私密的事情會跟對方講 對... 有...都了解各自的狀況這樣子 她還是說感情狀況 可是我們就是... 我就想要放過她 因為她好像被我們剪的... 很慘 等一下 然後... 我們會再給妳幾次機會 讓妳可以發脾氣 如果妳還想要... 我發不出來了 對... 我脾氣那麼好 妳當她的化妝師已經四年了 她說她已經忘記 她第一次對妳造成什麼傷害了 因為第一次我畫她的時候 她就是畫完 她就進廁所 很久才出來 很久 對 所以很久是超過... 大概20分鐘吧 對 然後我想說... 妳就覺得不妙是不是 對 我想說不妙 那她進廁所前有先瞪妳一眼嗎 沒有...她就是非常的 沒有表情的進廁所 妳怎麼知道她不是在上大號 不是 應該不是 所以妳畫完後 妳沒有主動問說 請問妳覺得什麼時候要修改嗎 有 我有問 我都會問 她不說 她就說我上妳在廁所等一下 然後我就知道 她沒有說很特別 沒有 所以出來之後妳有覺得 有什麼不一樣對不對 她一出來到門口 她就自己先講 就說剛剛有點畫太白 我補了一下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死定了 應該下次就沒有機會跟她合作 結果呢 結果她那天就是因為有點趕 就大家就結束了這樣子 對 然後... 但是下次還是有發我 那妳有立刻把她的粉底 用成是正常膚色嗎 有... 因為在飯店畫其實真的滿暗的 對 然後因為第一次 好像幫她好像是躺著畫 她習慣... 有的時候習慣躺著畫 因為她腰比較不好 她不化妝的時候 看起來是孫燕姿嗎 是 是孫燕姿的 因為她五官其實滿立體的 所以妳第一次進化妝間 是看到她沒化妝的 對 然後妳有怎麼樣嗎 就... 這樣子 我覺得不是只有雞雞吧 不是只有主權難考 因為她很大牌 我會怕 就是要非常認真小時候 所以妳不是化妝有化吧 不是 我不是 她拎著...她拎著化妝箱 走進化妝室 看到素顏的聲音就說 不是... 不是那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沒有化過這麼大牌 所以妳是消滅虎是不是 我不是 我沒有... 好啦 反正後來 雖然她繼續修改了 可是她還是請妳幫她繼續做嗎 對 因為她都會給... 給她的機會 所以她們兩個同時出的時候 都是妳在做 我跟Jolene是從 騎士精神寫真集 但我做到五年我就沒有在做 一直到最近元旦才在合作 誰比較好做 誰... 應該要淘據那個蔡玲講的話 像上一次... 每次蔡玲只要看到她的 表演演唱會啊 蔡玲就會在旁邊想說 真的是 她們真的錢太好賺了 就只要站在那裡也不用動 那我挑了半死 難賺死 就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 今天大家都講好多錢 妳記得她後來講帥嗎 可以嗎 還是兩點變帥的時候 妳有感覺出來她這邊好空嗎 沒有 沒有 我今天看到陳春華介紹她跟 孫燕姿的關係有一句 真的讓我笑出來 她界定她自己的定位是 她是看過孫燕姿事業線的人 可是大家不都看到嗎 妳確定怎麼看得到 妳說 我以為我想跟蔡依林的 蔡依林 孫燕姿的 所以妳怎麼看到的 因為有啊 因為我這幾天都在她房間 驚驚出色 那我們這一次 其實老實講這一次的 在做那個宣傳照的時候 其實壓力滿大的 像以前唱片公司都會 比較規定說要幹嘛幹嘛 那這次她最大 因為她這次也要配合她的髮型 她頭髮流長嘛 然後整個就比較 稍微女人味一點 所以就有一件很低啦 超低胸啦 然後那一天或者是很低胸 然後我就應該要去買一些 祕密武器啊 我就要去買New Brow這樣的東西 那我就到了那個店去買的時候 然後想說 糟糕 要買什麼尺寸這樣 然後我想我應該要 禮貌上應該要打電話問她 那她那天來做訪問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 我也不敢問耶 我要不然妳直接問她好了 然後就把電話接給她 我說請問那個... 因為剛好那有一個名字嘛 我就說請問神波天后 請問妳的New Brow到底要買什麼尺寸 她就卡... 她說 當然是最想好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因為我怎麼敢問妳呢 所以我一定要... 我怎麼敢這樣就買下去 我一定要問妳這樣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後來就穿上去以後 真的有事也嫌 對啊 不是 我說她的臉真的 不要反彈的事情 好立體 如果你真的拿一套衣服 然後她很不喜歡 她也不會跟你擺臉色 她會這樣講說 那如果很棒很好看的 因為很愛講這樣 然後如果很棒很好看 她就會說 姐姐 OK... 大拇指還要壓嗎 對啊 就很愛折啊 不想再折什麼這樣 那妳整個看看... 妳看那個就是很奇怪的 所以她平常自己買衣服的品味 妳有認可嗎 不一樣 她很愛笑 不是 因為她通常買的是買很... 好像不是只有我們感覺 她通常都買她自己 就是很隨意 因為她很討厭 那個那麼多的那種 華麗打扮什麼的 妳跟她合作過程中 她也會跟妳聊天嗎 還是她是一直冷靜的那種 她很愛笑 她是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我隨便講的 濫笑話都會笑得不聽 而且一直投入 我笑點比較低 那是可以聊心事的嗎 你們 可以 我們也會講一些 那妳們完全... 那妳就完全可以代勞地告訴我們 她的感情生活 因為她太遠了啦 她的感情生活都在那個... 哪裡 都在那個... 哪裡 在... 這麼快妳講得出來 有一次是誰說 是凱傑說的嗎 她在旁邊好像有落淚 但她沒有滴下...滿難過的啊 沒有... 沒有滴下來 沒有 就是很難過的感覺 然後妳有用台語跟旁邊的人講 跟旁邊的人用台語在聊天 怎麼安慰她 說什麼 就說阿彌陀佛是這種的 她就是突然抬起手說 我聽得懂台語好不好 你們不要這樣 對... 所以如果他們真的安慰妳 妳喜歡嗎 還是就是讓妳一個人 在那邊難過就好 我覺得其實有安慰都是好的 OK 因為有人關心嘛 所以妳不會不高興說 誰要妳們多事什麼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進行到最後 妳要演翻臉妳 沒有... 妳再不翻臉就來不及了 就自己這樣結束了 陳宋華後來 妳還要努力 埃及士嗎 其實我很想看她發脾氣 會想到什麼成績 今天來蔡林有話要我帶給妳 她嗎 真的蔡林 真的蔡林 因為昨天晚上才在那個簡訊 然後她本來要做一個蛋糕給妳 對啊 因為知道你們在微博 在我的微博上吵架這件事情這樣 對 說妳什麼 喝咖啡不約她 對 這很無聊 不過只是 其實我根本沒有想要拍 沒有 我們一直在開玩笑而已 對 我們在開玩笑 那我只不過放了一個那個喝... 她泡咖啡給我喝的東西 那蔡林就上來就說 就罵我啊 說喝咖啡沒有約她 她說跟我的交情相當的不好這樣 然後字就用很重 那我完全都沒有回 我到11點 因為那天情人節誰要回啊 就11點以後才回 才看 才發現說啪... 一堆那個咪在...在很緊張 然後又看到她的回應 那她是回到我這裡 然後呢 她回她是寫說 那妳做蛋糕也沒有... 也沒有給我啊 她說不要解釋... 也沒有任何笑點 娃娃符號 可是重點是 她又沒有勾那個微博的打勾 所以蔡林根本看不到 所以就一堆歌迷 喝到兩三千瘋 全部在我那邊陪她說 然後有的說不要生氣... 有的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妳不是樂壞了嗎 妳被兩個天后這樣吃吃 沒有 我嚇死啊 因為連報設計都在問啊這樣 那妳的微博人數不是暴增嗎 對啊 就這樣 那很好啊 對啊 妳怎麼會想看啊 真是被人家注意到 是 然後後來... 後來然後大概是... 她滿在鬧著玩就是 對 她大概又回了一句什麼 離婚... 離婚那個不是我寫的 對啊 我也不知道 那報則就寫了一大篇這樣子 所以昨天晚上那個 九林就說 幫我帶一句話給她 就寫簡訊給我說什麼話 她就說 就算是離婚了 然後 然後後面再掛呼 唯一 那我就問她 幹嘛還要唯一啊 然後她就說 這可以講嗎 她說... 她說因為她相當花心 她的愛人不會只有她一個 這樣子 對 這個... 是... 這個是... 應該是網友講的 我們節目已經快結尾了 妳又給我們一個話題聊 應該是因為整理而講的吧 其實我跟逸琳是... 是滿聊得來啦 所以蔡逸琳是要我們替她問說 她愛的事對不對 什麼東西 也沒有吧 因為... 為什麼 因為蔡逸琳會這樣講 代表妳現在不是只愛蔡逸琳 妳有別的愛的人啊 有啊 我也是啊 因為我在... 所以在管家的推算下 那個就是荷蘭人啊 管家沒有蔡逸琳 自然不做作 這就是孫燕姿 雖然說好歌值得期待 但也別讓歌迷朋友等太久囉 希望近期能再聽到 燕姿的新作品問世 傳閱康熙 下回見囉